她 其實不要看 就你不要看她 這樣實實紋紋這樣 OK啦其實 然後你不要看她好像一臉嚴肅的樣子 其實她 我如果講就講 有時還蠻活潑的 有時就還 就看情況 她是看情況嗎 有一點兩個個性 算是吧 就是我可以很軟的開 她心情好的時候我就看 就這樣先觀察 現在心情好 然後我記得她 我需要冷靜的時候我就不踩 不是不踩人就比較需要督促 對 就是很活潑 然後就是non-stop的話 然後有時候就 在台灣一起生活的時候 有時候她會在通電話的時候 就不直覺的 大家都一樣啦 可是有時候我自己有時候就會發現 她不直覺的音量會很大 可是有時候這個問題也會發生在我身上 她很活潑 沒有 她要看是跟誰聊天啦 沒有 因為我會 她跟男朋友聊天的時候 她就這樣 我覺得我好大聲 我在睡覺還是超大聲的 那就是那種腳踏會比較高分貝 那如果是在台灣的比賽 可能對於我們來說 口條上面還有 他們很像路翔隨俗 我們沒有辦法了解很深他們的背景 所以在聊幾天 有時候我們會 比較控制意 控制意識一下 後知後覺啊 他們大家在笑 他們在笑什麼類型 就有這種狀況 對 就一開始 一開始就還蠻 我還蠻瘋狂的啦 她就 她一開始也是小小的有一點失控 我是算有點小小的瘋狂 購物 購物放進去 因為我第一次出國 對 然後台灣的國度對來說 也充滿一堆好奇 然後很有新鮮感 你也是第一次出過兩個人 我不是 我以前去過台灣 然後第一次做護照 對 可是之後就慢慢就有點平靜下來 現在就很冷靜了 就已經 去他們基本上都沒有去哪裡 就是都是在家 對 對 對 那很爽 對 對 對 真的 對 對 天啊